而更严重的还有这个 这是经济会副主委胡仲英 昨天在景气讯号发布的记者会上 他竟然说 只要大选没有变天 明年景气首季就会落地反弹 而如果政党轮替的话 会出现施政空窗期 经济表现就会非常的严重 哇 讲到这样 此话一出马上引来了瑞颖的踏法 说他根本就是在恐吓选民 明年来讲会到谷底 但是在大选没有变天的情况下 我们有个选举 那么选举是一个不确定因素 那么造成国内的投资 都有点质疑 一方面承认自己说过的话 一方面也急着澄清 公布经济指标 会和选拦选率扯上关系 经济会副主委胡仲英直言 失地选民说出新声 我们的黄金十年已经规划很久 那它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目标 在一个稳定的政权 稳定的执政之下 向前推进 连马总统黄金十年不延续 民众就会担心 这句话都脱口 显然副主委的谈话 已经失去了中立 即使回顾前一天 胡仲英话说得更白 强调欧债若没恶化 国内大选没变天 明年首季就会落地 第二季反弹 而若政党轮替 则会出现四个月的市政空双旗 看守内阁 根本不可能追逐新政策 因此明年经济表现会非常严重 此话一出 也马上引来绿营塔伐 是马英九造成的 是他把选举提前两个月 空中期过长的话 那新总统没办法处理 所以一定要让他们救的延续 怎么可以这样讲呢 放毒还是你 算是你要来改动 经济怎么会是靠救火队呢 经济的东西有非常不同的层面 沉稳的层面 所以为什么要叫做短中长期计划 只是就连顶头上司刘亦如也回呛 经济不靠救火 而是要靠长期政策 替副主委维绑枪 经济会上下可同身一气 不许马总统 经济会变得更糟吗 再听一次这句话 不知市民能否认同 我们的黄金十年已经规划很久 稳定的执政之下向前推进 三连新闻研讯国家书台北报道 好 这样的说法被质疑是在恐吓 而另外呢 历史也不能够因为你要宣打某个特定的理念 就可以造假的 很多人对于太原五百万人的故事不陌生 政府甚至还出资建造太原五百万人的建筑群 坐落在台北原山 那么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每年都以宗教